老班师傅 老班发明鸽、跑等 他是怎样发明鸽的呢? 相传有一天 老班上山的时候 紧紧地抓住野草向上爬 谁知道 手心被野草戒选了 他仔细观察 发现野草上面有些鸽齿状的齿 而且还很锋利 老班就在想 如果把铁片做成鸽齿状 那就可以鸽木了 老班几经研究 终于发明鸽了 老班将鸽用到在工程中 大家鸽起树梨就事半功倍 最后还提前完成任务 无论鸽大树还是做家具 鸽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小朋友 发明创造越于自然生活的观察 说不定 下一项新的发明创造 就在你的手中诞生